哈囉大家 今天要來看的是一部泰劇的預告片 Step by Step 沒注意到別人叫他 這不是他的位置 你見到哪兒呢 我現在沒有暈車 那天我會打開 我會打開 好是一個愛做夢的人 但實際上就是一個社畜 我會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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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開 我會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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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敢嗎 但是一抬頭看到了老公 在自己最狼狽的時候 另外一位男主是他的老闆 新的經理 新的主管 我希望你做事上來的 我不用擔心 我沒有擔心 你的狀狀是很驚訝的 但是我認為 在過去的狀狀看起來更專業 因為我有一個小學 在我的隊伍幫助 他把我送給我這早上 首先我叫你潘 這狀狀和前面 我也是誰做的 其實 我沒有做任何事 而且上面的主管才不管誰做的 在工作上都會有些些委屈啦 你在幹嘛 哎呦 被嘗試哦 哦 哦 好 所以很緊 可 動靈呢很 很涼在他 我 我們老變黃 變弄醫生 好 話說怎麼會是 老闆陪到他的座位上工作 他如果是老闆清點要讓他工作的話 應該是他到老闆的辦公室啊 不知道 算了不要太認真 不要太認真 不要太認真 在生活上 也跟自己的對象發展得越來越好了 很緊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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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啊 這是我 嘗試了 好 哎呦 你要還要 讓你多理解 好 嗯 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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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这次他跟之前的解释还蛮不一样的 哎呦 这个演员会知道 好 哦 哦 要离开 所以他其实也不是坏人 但 要看不怕他选谁 哦 哦 这是我自己的地方 哦 哦 这不会还是他在做梦吧 好 看完了 哦 这个预告是之前在留言区有观众推荐给我的 这跟我之前看的另外一部剧 I feel lingering in the air 的预告片 是同一个制作公司制作出来的 就大家跟我说这个预告片也蛮可爱的 我就来看看 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预告片 就已经演出了还蛮完整的剧情了 然后也交代了很多事情的 讯息量还蛮大的这样子 就是一个小社区遇到了新的老板 一开始虽然有一些误会有一些跌跌撞撞 但是后来也就是在工作上跟在爱情上 都有双重的收获 这大概就是这个剧情的走向 但是在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同时呢 又遇到了一个情敌 遇到了以前的老朋友 然后貌似喜欢着他 究竟我们的小小主人公到底会选择谁呢? 嗯 这大概就是这个预告片要带给我们的 最近这两位我不太熟悉啦 我比较熟悉的是UP 毕竟我要看过那个《手道石就轻轻你》嘛 就是那个可爱手作家那出剧 那出剧也是这个制作公司做的 然后UP他也自己创立了一家公司 那现在的这出step by step 好像也是他们那家公司 有一起联合来制作的这样子 UP这一次就不是在演主人公了 他演的是一个正式主角公的情敌 反派好像也不是反派 好像他也对主角还蛮好的 只是就是跟他之前演的那个可爱手作家 反正他就蛮大的 我觉得UP还是蛮厉害的 现实生活中的他跟角色里的他真的是蛮截然不同的 他就是用他的演技去把自己塑造成另外一个角色 蛮厉害的 然后这出剧啊 他看起来应该也是一出新喜剧 就像我之前讲过的 我以前对泰国的喜剧其实没有太多的感觉 可能因为泰国人的笑点我不太懂 但是自从看了《手道石就轻轻你》之后 我就觉得泰国人做喜剧其实也是可以蛮认真的 所以我期待这一出毕竟也是同一个制作公司制作出来的嘛 这家制作公司好像就是都可以给我们一些预料之外的惊喜这样子 一样期待这一出之后实际播出之后成果怎么样吧 今天看到这边 下次见 拜拜